美国在5G的发展上落后给中国的华为 而如今川普总统亲自宣布 美国将集企直追 5G的发展不能输一定要赢 美国要成为全球的5G霸主 只是现在才要力挽狂澜还来得及吗 华为在5G方面的技术领先 领先同业至少有一年的时间 现在美国才要开始追赶 还看得到华为的车尾灯吗 今天的大世界话题 我们就要带您快来看看 美国到底打算如何超越华为的5G技术 好 我们就带您来看到 川普总统是在白宫的记者会上 他亲自来说明5G的重要性 他告诉全美国的人民 亦或是告诉全世界 为什么5G这么样的重要 为什么美国一定要发展5G 为什么美国一定会超越中国 好 那么川普是这样讲的 他说呢 5G要比4G要快上100倍 而且他说5G的世界将会完全改变 未来世界的样貌 不管是你的工作 不管是你在车上看到的车 不管是你使用的网络 不管是任何任何的东西 5G都会完全的颠覆你 现在所有看得到的东西 所以他讲了五支竞赛 美国一定要赢 虽然他这么讲 目前还落后给某些人 他指的就是中国的华为 但他说美国现在要开始加速咯 不会让任何国家超越美国的 美国只能赢 而且一定会赢 好 那就来看那你要怎么做啦 川普这样讲 他说政府不会主导的 是民间主导 然后他现在就他所知 民间这么多的一些通信厂商 总共要投资2750亿美元 一定会创造300万个工作机会 经济效益会超越5000亿美元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很大的商机 好 那我们就来看了 那美国政府要怎么做呢 他说我们用奖励的方式 我们用行政优化的方式 来鼓励5G的发展 这个川普讲啦 他说首先要消除网络的监管障碍 他说过去啊 这个像这个通信厂商 他要在一个地方 他要架设新的网络基础建设 新的基地台等等等 以前可能要花三到五年 从申请到批准 川普说现在不可以 90天内你立刻给我搞定 他要求他下头所有的州政府 90天内申请到批准 你要完全搞定 因为现在他要追追追 他要追华为追中国 然后呢 他在12月10号年底 要进行这是美国史上 规模最大的平谱拍卖 大家知道5G 他是需要平谱的 这个每一家每一家 不一样的平谱 然后呢 这个川普讲 他要尽可能释出最多的平谱 让大家快快快 加速5G建设的脚步 快快快追上去 然后他还要成立一个 204亿美金的农村数位机会基金 这什么东西啊 他说因为乡村地区的一些通信建设 一来他可能资金比较不够 那没有那么多钱 那一些比较乡下的州 然后呢 这个川普讲了 所以我要成立这个基金 我要给很多钱 不然的话 他们那些比较没有钱的地方 他就会去用华为 因为华为相较其他的一些 这个5G相关的厂商来讲 华为是经济实惠的选择 很便宜的 然后呢 技术也很领先 又便宜又好 你为什么不用 所以呢 这个川普讲我成立这个基金 你们都不要用华为 你们去用贵的 我这个基金资助你 然后你要用其他的厂商 然后呢 我们看到他说年底 希望让92个市场 要完成5G基础建设的部件 我们就来看看 川普总统他的宣誓 他怎么告诉大家 在5G这个领域上头 美国只能赢不能输 全球5G无线网络竞赛 美国总统川普正式宣战 宣布要加快美国发展5G的速度 川普特别指出 5G将比目前的4G嘲风式网络 还要快上一百倍 所以一旦5G布局完善 不只制造业的竞争力会提高 农业也会变得更有生产力 健康照护更容易取得 甚至将整体改变美国人工作 学习沟通和旅行交通的方式 透过5G优化各种产业 再加上不能输给中国的压力之下 川普决定砸下重金 拟出5G具体的布局策略 川普甚至强调为了加速和激励这些投资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 将尽可能释出更多的无线频谱 并消除扩建网络的监管障碍 川普也预估2020年底 美国5G的频谱数量将领先成酬 FCC主席帕伊不断宣扬美国5G的强大 他还指出FCC会在2019年的12月 启动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频谱排卖 让电信通讯商竞标37、39和47赫兹频段的新频谱 并确保美国偏乡地区也能拥有5G网络 5G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可以让它成为新亚国市场和新加坡 但是美国的其他人都没有 只是根据外媒指出 美国通讯商微信无线和电信巨头AT&T 即使已经陆续推出5G网络 但行动通讯设备本身 却只有摩托罗拉手机能搭载5G 因此在没有设备能使用5G的情况下 要如何全面落实5G 追上中国的脚步 恐怕才是美国最大课题 三地新闻承诺不得 好 我们看到现在是由川普总统 他用一个美国总统的高度来宣布 未来美国开始要在5G的竞赛当中 开始要超越咯 要超越中国咯 那我们来看中国的官方媒体 一向态度比较鹰派的环球时报是怎么评论的 他这样写 他讲说 美国用总动员的方式在搞5G 这是大要进式的不冷静 他说美国你们太不冷静了 你们以为还在冷战时期吗 然后他这么说 他说美国都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年代 你应该要对中国在某些领域会领先 要坦然接受 他就这样讲了 在5G这个领域 中国已经超越美国了 对此美国你们要坦然接受 慎言法师曾经这样讲 你面对危机 你要面对它 处理它 接受它 然后要放下它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环球时报讲就这个意思 叫美国你要放下接受 放下接受 中国现在比你好催眠它 好了 那这个美国已经说我要提起直追了 只是问题来了 还追得上吗 华为的5G技术 到目前为止领先同业至少一年这样的一个进度 所以呢 美国在过去一阵子 它是不断用号召盟国大家联手抵制华为 但是呢 愿意跟随美国来抵制华为的国家并不多 所以现在可以说围堵失败了 那围堵失败了 美国现在说没有关系 我们也要靠技术领先 我们现在要集起直追 那真的追得了吗 这个大问号 所以呢 美国当然也是两手策略 一方面请全国之力我们追追追 二方面我要开始进行的是 万一围堵不成 万一我就是追不上 万一美国技术就是落后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 所以我们来看华盛顿邮报这样写了 他写了一篇分析报道 他掌握到了一些内线消息 美国已经开始进行 后华为未来的备选方案 什么叫后华为未来呢 就是当未来所有的网络建设 都是用华为的设备的时候 到底美国该怎么办 我们来看美国的情报单位 就发了这样的一份报告 他这样讲的 他说他们现在要假定 未来存在着恶劣的网络 什么叫恶劣的网络呢 就是指的华为的网络建设了 所以他说如果我们已经有这样恶劣的网络 那在恶劣的网络之上 我要怎么样来管控我的网络资安风险 所以现在美国已经开始做了 比如说资讯要加密 比如说分段化的网络元件 比如说它要设置更高的安全标准 这些都可以说是美国方面已经在预作准备 未来的5G网络建设可能都会被华为给拿走 那那个时候到底他们该怎么做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情报单位 已经面对危机 接受危机 现在要处理危机了 好了那华为对于美国请全球 这个全国之力的追管 现在看起来好像老神在在的 美国视为国宝的苹果公司 但我们发现最近在5G手机的发展上落后了 华为跟三星都已经推出了5G的手机 那苹果你的5G iPhone在哪里 连个影子都还看不到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苹果买不到5G的晶片 过去苹果的晶片供应商高通跟英特尔 那现在高通跟苹果有专利的诉讼 所以就不太可能再跟他买5G的晶片了 那英特尔的5G晶片呢 现在还做不太出来 不确定能不能赶得上2020年的5G上路了 那你要去买其他的吗 三星说我们自己也有5G手机 我没有要卖给你的意思 那华为自己有做5G晶片 过去它只做给自家的手机 自家设备使用 但现在我们看到任正非说 哈喽我们也有5G晶片 我可以卖给苹果 这个感觉好像有一点在吃苹果豆腐了 因为苹果怎么可能买华为的5G晶片 真的买的话 哇可能要被川普查税查到死了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现在华为释出善意说 你找不到5G晶片吗 我可以卖给你哦 现在这个任正非呢 在接受了美国CNBC的专访的时候 他就这样讲了 他说我可以卖给你 但是你要不要买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就带您来看看 面对现在华为的技术领先 美国方面正在做的雨天备暗 到底做到了什么样的进度 美国苹果公司即将推出新的iPhone 但却没有搭载5G晶片 进度远远落后其他品牌 这时中国的电信设备巨部 华为愿意伸出援手 向苹果隔空喊话 华为自家的晶片 向来只供应给华为自家的手机 但华为创办人任正非 日前受访却表示 他不排斥把5G晶片卖给苹果 而且根据外媒指数 华为愿意贩售的晶片 竟是澳市全球的芭蕾五千 现在公司正在卖芭蕾5G晶片 但只要是Apple 消息一出 外界认为苹果宛如获救 因为苹果过去的晶片供应商高通 和苹果的专利诉讼还没结束 双方合作就已经过局 而目前合作的英特尔5G晶片生产 却又不断延迟 拖累iPhone进阶5G的进度 Apple在5G晶片之后 因此外界解读 如今苹果的最佳救援只剩下华为 但苹果真的要向中国的华为买晶片 恐怕也没这么简单 但美国总统川普似乎已经没耐心 最近则大战上宣布 美国必将成为全球5G科技的领导角色 只是要全面落实5G 专家认为美国根本少不了华为 因此根据中国环球网报道 美国情报单位已经承认挡不住华为的事实 因而开始准备如何在华为的5G基础建设中 确保网路安全 有美国官员甚至指出 美国必须假定未来存在一个恶劣的网路 因此美国已经开始研拟采取加密 分段化网路元件 或者设置更高安全标准等手段来控管风险 毕竟华为的科技的强大 各界专家都自探不如 华为高层就曾公开透露 华为投入5G的技术研究 已经超过十年 在5G方面比同行至少领先12到18个月 累计获得的基本专利授权超过2570件 根据统计至今华为已经签订超过30个5G商用合同 世界各地遍布4万多个5G基地台 在华为这家全球最大5G厂商的面前 美国如今要激起直追 恐怕满上加难 三连新闻省的报道